接下来带您看另外一所国中东海国中 虽然只有一名学生罗伟祥拿到了5A++的成绩 但是校园里面的读书风气却是相当的好 罗伟祥平常就跟着自己的同学们一起读书 将不会的题目拿出来讨论 靠着小考以及断考扎实的准备 也让他的努力拿到了好成绩 东海国中有一名学生在国中会考拿下了5A++的成绩 他的名字叫罗伟祥 平时靠着学伴互相将自己遇到的困难问题拿出来讨论 认为一群人读书才不会无聊 因为我觉得自己读书当然也很无聊 对 那不懂的地方可以旁边就有人可以互相问 那这样对学习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而罗伟祥在家的时候都会将不会的试题统整起来一并复习 在外考前努力做模拟考题 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会把我每天要读的部分就是先分好 然后说那个回家的时候也是 就是不要把所有时间都放在读书上啦 因为这样子反而压力会比较大 这样的话可能那个效率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就是先把要读的部分先读完 然后说那个休息时间也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 不能少 老师表示对于学伴的产生相当支持 并说到学生们都会互相督促进度 也对他们学习态度赞赏不已 那下课的时候常常就看到他们一起在讨论啊 有时候互相绕口感情 互相切磋这样 那感情还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最后这段时间我发现原本的四个 可能增加到五个六个 假日有时候就看到他们 就一起去那里看书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是一个互相支持的力量 不会说我们就拖着一起去玩了 然后这部分我是觉得说 他们达到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大家把彼此都是就是往上提升的这样子 而如果我想选择留在台东继续读书来找自己的兴趣 希望未来能为台东尽一份心力 记者蔡丞翰台东市报导